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冲击欧冠冠军 此前李皮曾对国内媒体表示 很可能在2月离开中国 返回意大利 当时李皮并没有用肯定的说法 但是目前随着意大利体育媒体的报道 李皮离开国足帅位几乎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该媒体表示 李皮此前就已和尤文图斯俱乐部有过接触 目前他也想返回国内 尤文图斯也很乐意签下这位世界名帅 虽说不是以球队教练身份加盟 但是他的经验还是会帮助球队冲击欧冠联赛冠军 其实很早之前就有媒体报道 李皮和足鞋续约并不顺利 亚洲杯之前李皮也罕见地放弃了之前的选拥小将理念 选择了一批实力更强 经验更加丰富的老将参加比赛 并且他自己也表示 希望能在亚洲杯中取得好成绩 由此或许也可以看出李皮想在中国拿到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 此前足鞋先是公布最新一期国家队大名单 随后又公布沈祥福训练营 今日广东媒体又爆料中超联赛结束以后 足鞋将举行U23赛会制比赛 并且要求各支俱乐部必须参加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大部分出色的U23球员几乎都被选入沈祥福的训练营 各支U23球队很大概率将会变成U23加U19的混搭组合 期待中国足球可以尽快成长 期待国足能在亚洲杯取得好成绩 祝愿李皮 届时将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报道 感谢您的关注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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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